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程式是这个 这有很多只狗 这是一个相簿 这个相簿里面的这些照片是写实的 照理讲应该是从档案里面搜寻 为了程式简单起见 这个案例是写实的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浏览 那即使你按这个应该也有用 那在手机上面 Android的手机各式各样都有 所以不一定有这么多按钮 通常只有两三个按钮 三四个按钮 那要怎么做到这一个程式 我们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显示它是第几张 这是第十六张 这是第九张 这是第十一张 所以我们这个程式的功能是相簿 然后点下去会显示它第几张 那这个程式是Hello Greenview 那在我的网页里面是在这个 这个Greview Greview这一页 那专案你从这边下载就可以了 那这个专案下载之后应该不用改哦 因为它是1.6版的 所以目前的电脑教室罐的SDK可以相容 只是它一开始就塞了一大堆照片 放在那个档案里面 所以这个档案有点大 这个档案zip档比较大 你下载可能得下载个两三分钟 好 那它的执行结果 看一下它的程式码 程式码大致上 画面很简单 就是画面上面就只有一个叫做Greview的东西 但是我们主要用程式去塞东西到这个Greview里面 那它又用了Adapter 又用了Adapter 那你看它用了一个叫ImageAdapter的这个东西 然后刚刚不是那个Samro里面有一个Greview吗 有个Greview这个东西嘛 而且它的ID就叫Greview嘛 那所以我们在程式码里面就用 就用R点ID点Greview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我在这个Greview的 就是指刚刚外面那个容器元件里面我SetAdapter 一个ImageAdapter 然后呢 这个Greview如果某个图被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做这个Toast 就图丝 然后图丝就是会出现一个小方块 维持一个一两秒 然后又消失的那个东西 然后它显示什么呢 显示它的 Position 就是它的位置 那其实就是它的代号 那它是用短格式显示 你可以用长格式它会大一点 短格式会小一点 那整个城市呢 不止一个城市 总共有两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是这个HelloGreview 这个Activity 那第二个城市呢 是这个ImageAdapter 就是刚刚我们这边设的这个ImageAdapter 这个物件 那ImageAdapter里面呢 它其实是要延伸这个BaseAdapter 这里的Adapter 在Android的里面用的 用的很有那种设计模式的味道 但是设计模式通常就比较复杂 那这个Adapter呢 一开始你可以看到 GateCount就是取得那个到底有几张图 GateAd 然后呢 这些我们都没有用 所以其实都转为空的字 那GateView 这一个函数呢 必须要覆盖掉 然后它说 如果CountentView是Nuar的话 就建立一个新的ImageView 然后设定好参数 然后设定好 这些都是参数 这个是大小的形态 这个是外面的补的空白的大小 那接下来这边是那个 如果它View已经存在了 就直接把它设好 那为什么会有存在跟不存在的差别呢 是因为Android的程式很奇特 就是它有时候会被切换出去 然后下次你又点了这个程式 它又显示出来的时候就变第二次 变第二次的时候 它就直接把那个东西再抓起来就好了 就不用再重新设定 那这个制作有if else的原因在这里 那ImageView setImageResource 就把那些图设定好 那在这里 你会看到它这里设定了总共这么多张的图 但是有重复对不对 好像有重复 我印象中 你看第三张图 在这里出现在这里也出现 在这里也出现 出现了好多次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希望它图多 但是呢 我们实际上没有放那么多真正的图在里面 就让它重复出现个几次啊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看起来图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一张狗狗跟这一张狗狗 明明就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但是它出现了两次 那原因是打肿脸充胖子 大概是这样 所以 所以让这个阵列看起来大一点 让这个图看起来 不会觉得只有小猫两三次的感觉 那所以这整个城市的结果 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请各位去试试看 然后稍微 可能你没有办法完全 100%掌握它的那个城市的那个逻辑了 因为这个城市的设计已经有点复杂了 它的Android的那个相簿的那个使用本身 背后的逻辑 你都要理解整个相簿的设计理念 已经有点复杂了 那所以你稍微懂一下就OK了 那真的要懂到背后的设计理念 会有点困难 那各位去看一下 谢谢观看 阿多特